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是莫大的一次荣耀 所以在这里呢 还请允许我代表几您这方土地当中的从事民办教育的所有的伙伴 对所有忠心于教育 赤诚于教育的伙伴们说一声 大家辛苦了 其实说到民办教育 当然说它是针对于公办教育来讲的 那么在现场我想来看一下 我们有多少的民办教育人在我们的现场能示意我一下吗 谢谢亲爱的们 从事民办教育的伙伴们示意我一下 好吗 哦 我又看到了啊 其实作为民办教育 它是公办教育 原来的时候我们称之为公办教育的有一股充 但是经过了近三十年的一个发展历程之后啊 国家现在对于民办教育的地理提升以及与老师下一步的综合的这个素质的要求也越来越高 当然我们在这样的一个路径当中 在这样一个发展的行程当中 我们如何在我们民办教育转型过的过程当中做好自己的分类的事情呢 那么我想在这里给大家分享一下民办教育的发展史 其实这里有一个问题 哪位朋友能告诉我 中国最知名的一位民办教育者是谁 大家用最响亮的声音告诉我好吗 孔子 哎 孔子 孔子应该来说是知名海外的我们的就是民办教育的B组 他应该严格意义上来说是知名的一位民办教育人 他创办了思学 让我们的民办教育能够通过各种形式对公办教育予以充击和补充 所以在这里的话呢 我给大家来说一下特别是新中国成立 七十年了 今年是我们的七十年华旦 那么在成立七十年以来 其实在新中国刚刚成立的时候 我可能看到下面有可能有年龄四十岁以上或者五十岁左右的伙伴们可能会知道哈 经历过这个历程 就是我们新中国刚刚成立的时候啊 民办教育它呢是曾经经历过国家的一个管控管控的一个过程的 刚刚成立了以后啊 国家就消灭了思学 就是不允许这个思书的形式存在了 那么是刚刚的这五十年代的时候 一直到八十年代之间 所以说有很多的这个原来的这些思学都被国家收购了 变成了我们的公办学校 那么到了八零年代以后 这样的话呢 我们的民办教育得以一个复苏 为什么这样讲呢 因为八五年的时候啊 我们国家就出台了一个政策 就是关于到社会力量办学方面的一个坎儿 给放开这个口子了 就是允许我们这个社会当中的社会力量来进行办学 那么到了九零年代 九十年代的时候 我们的民办教育经历过两次的路程 一个是一九九二年 一个是一九九九年 那么他们的历程是什么呢 就是说我们的民办教育国家给你身份了 也就是说除了国家财户来拨资金以外的 这种社会力量办学 国家给予我们一定的社会地位 和一定的这个就是说办学的这个渠道 允许我们利用社会资本金的方式来进行办学 所以说经历了第三次的这样的一个路径之后 到了2000年也就是21世纪的时候 大家也已经感受到了 我觉得从事民办教育的可能印象比较深刻的是 2002年我们出台的一个民办教育促进法 民办教育促进法 预示着我们现在民办教育越来越规范了 那么到了2018年也就是去年年底的时候 经历了全社会的一个动荡洗牌期 我们的幼儿园培训教育机构 严格的经过了国家的教育部门的一个筛选 没有经营资质的 没有教育资质的予以关停 国家为什么要这样做 难道国家这样做的目的 是希望全不公办吗 国家为什么没有把民办教育全都归公呢 大家知道政界在哪吗 因为一个时代的发展 一个社会的发展 全世界的教育告诉我们 真正的精英教育 好的教育是不是都在私营 私营教育渠道里面 大家知道的哈佛大学 牛津大学 他们是不是都是属于民营性质 或者私利性质的 大家有了解吗 这就说明全世界最发达地区的 这种民营教育 会让我们的教育更取公平性 更能满足教育的 因材施教的这样的一些特征 让更多的家庭 更多的孩子 有更多的选择 其实就像刚才有位老师 他在讲述的过程当中 他说到的一个观点 我非常的认同 我认为孩子 他既然奔着不同的父母 来到这个世界上的 他就应该是一片不同的树叶 千篇一律的教育 只能扼杀于孩子的天性 不能够让孩子 在他符合他的这个生长路 生长路径的同时 让他更好地活出自己的风采 而我们的民办教育的存在 就满足了公办教育体制当中的 他的不灵活性 刚才我看到 只有寥寥几位举手 说是自己在从事的是民办教育 这说明什么呢 今天来到的这些伙伴们 其实我们都是教育人 那么公办教育 在体制之内 它的优势 我就不再言说了 因为什么呢 因为这么些年以来 公办教育之所以 能得到国家大力的扶持 就是因为 教育是个民生工程 每个孩子来到这个世界上 都应该有受教育的权利 对不对 因为没有教育 孩子很难有未来 为什么这样说这句话 就是因为教育是他孩子 形成他正常的为人处事 包括他的三观的 一种有效的影响方式 如果我们从小不能给孩子 以教育的进润 那么孩子既然为人了 他就可能会受到各种各样 环境的影响 甚至会走向歧途 而教育就是保证到孩子 更多的孩子 能够往我们正常的一个 成长路径上来去发展 所以说在这个地方的话呢 我其实有一段心理的路程 想给大家真实的分享一下 之所以当时要创建 锦尼民脉教育协会 我就有一个初衷 因为我是干了30年的民脉教育 但是我没有地位 为什么说没有地位 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 教室节 大家是不是有评选活动 有没有啊 市里面有没有啊 这里面有没有啊 县里面有没有啊 有多少是真的我们明白这块的 特别是市集表彰 有多少个朋友能获得市集表彰 举手我示意一下 特别是明白的 有没有啊 几乎没有 几乎为例 为什么 我给大家解开这个谜底 对 大家也知道 功率的也很少 而且呢 有很多的 就是公允了多半生的老师们 也心里面有懊悔 你看我做了很大的一些贡献 我也希望自己的贡献 能得到社会的认可 得到这个就是我们组织的认可 为什么 生多生少嘛 毕竟荣誉 人人都能得到了 这个荣誉就没有价值了 对不对 但是我们更希望通过荣誉的一种考评 让更多的老师 让更多的为这个教育付出 终身的 甚至说是青春代价的 生命的这种付出的这些老师们 能够得到更多人的认可 而且还有一点 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啊 即使作为工作 作为一个弥卖教育的 这个集体发生的一个代表 那么我到这个就是市里面来去汇报工作的时候 市里面总是在问我 我们有一个位 这个就是曾经的一位老领导 他就问我 他说我 我问你一下 你说咱这个弥卖教育该怎么规范 难道我明天把这门关上 这个问题就解决了吗 我就给老领导说了一句 我说如果 短瓶快 简单的一个关停 就把所有的问题能解决了 那就关吧 但是这永远 赌不如输 对不对 为什么社会当中存在的这些 不正常的一种办学形式 为什么允许这样的一些机构的存在 因为社会需求在那呢 很多的家长是希望孩子有学可上的 所以说从去年开始的这个民促法的第三次修正 我就是个人来讲的情况之下 我是持双手支持的态度 为什么这样讲 我还希望 我还是从另外一个角度 给大家来分享一下我的认为 我认为人来到这个世上 每个孩子来讲 就是我们未来的一块普遇 他对这个社会是懵懂的 他对社会的每一项认知 都来自于我们承认的一个影响 教育的一个影响 那么如果说 打个比方讲 从前的时候 大家都说是 寒门难出柜子 现在也是在这样讲 原来都希望寒门出柜子 这个柜子是做什么呢 就是通过知识 通过学习 通过搞学 通过我们的这个 就是说是状元的考举 来改变自己未来的命运 对不对 因为你家境贫寒 你靠什么改变你 打个比方讲 如果说国家不在这样的一个体制之内 让更多的家庭 更多的孩子上得起学 那么这个社会就会动荡 社会动荡的结果 国家就不安宁 所以说国家提出来 要让更多的孩子 80%的普惠权的 普惠权的 他提出来的目的是什么呀 让更多的孩子 不因为家境 钱的问题上不起学 持给你20%的盈利性的空间 是干什么 就是因为 这个20% 可以迎合这种 家境比较好的家庭 满足于个性化的一个成长 成长的这种学习方式 所以说国家的定位 是在这个地方的 因此的来讲的情况 作为投资人 作为我们的这个 就是说是教育的企业家 我们就应该站到一个 更宽展的一种 格局角度上来考虑 其实你做教育本身 就是给这个社会 做了最大的一项公益事业 因为它汇集本身啊 汇集到每个家庭 而作为贫困的家庭 山沟的家庭 更需要孩子们 通过学习的方式 因为这个是相对公正的一种 改变自己命运的方式 对不对 因为他没钱 如果说用钱来衡量 你能不能上学的情况之下 我们未来的贫富分化 会越来越明显 贫富分化 明显的最根本的一个结果 是什么呀 社会越来越不安定 富人也没有安宁之日 并不是说这个社会当中 我们都平均化了 你有钱我也有钱 你能出国我也能出国 你能实现你的物质需求 我也能实现我的物质需求 不是这样的 因为来到这个世界上 物质毕竟是有限的 对不对 他必须通过多种方式 来进行后天的一些分配 所以说对于国家出台的 这个民促法的这个修正案 通过盈利也好 非盈利也好 就是来聚化于我们未来的 这个弥漫教育的发展路径 让更多的人回归到教育的本质上来 刚才有一位那个张先生啊 私下里跟我们聊了一句啊 这是我临时就是给他探讨了一下 他说他想未来的时候 做一个就是弥漫类型的 这个教育机构 我也就个就是当时给他聊的时候 就是探讨了一下他的这种思路 我就跟他说了一下哈 我说如果你是发心 从纯公义的角度上来考虑 那么我不知道就是 你在做这件事情 你有多少资本可以投 现在在锦宁城区 如果想办一所像样的幼儿园 或者说是至少来讲 二级以上的幼儿园 那么你至少要准备这个数 这是最低标准 五百万起 大家知道门槛好吧 这是最基础的门槛 城乡结合不 城乡结合不 二百万差不多 而且这是真金白银 为什么 要组产业啊 你要雇人员啊 你要前期的这些装潢啊 这都需要成本的 然后我就问了他 刚才张先生我就问了他一下 我说你们有没有其他的产业啊 你除了教育以外 你又没有其他的这个收入啊 如果有其他的收入的情况之下 可以我们可以把教育当成一种自己的人生追求 或者是一种公益方向的追求来去做这件事情 如果没有 那么你的将来的营兽的一个层面就是孩子的学费 是不是啊 很简单的路子 很简单的一个问题 那么现在在座的各位哈 我不知道大家有多少是真正的在运营自己的教育企业的哈 在运营教育企业的过程当中资本是非常重要的 现在资本在追逐什么方向的这个投资的这个方向呢 他们在投资 他们追寻的肯定是有投资价值的 也就是你一定要有品牌度 要有品牌的知名度 将来的时候别人赞助你才有赞助的理由 如果你仅仅是站到一个学费的一个角度上 来去发展你自己的教育机构的情况之下 你还必须得去懂行 如果你是边学边走 那么你会觉得走的每一条路 走的每一步都非常艰难 因为什么呢 因为你旁边没有拐杖 作为民办教育 特别是幼儿园已经发展了三十多年了 他已经从原来的这种不序状态 慢慢的在规范 他现在是发展壮大期 别人已经累积了二十年的经验 你还从头再去摸索 你觉得你和别人的差距在哪里 我们只是一腔热情吗 哎呀我喜欢 也有很多我身边的这个 办这个幼儿园的初衷的这个 有的一部分这个老板是什么初衷啊 我的孩子上学 我就没有选到我自己想要的 这种学习方式 没有自己选想要的一个幼儿园 所以说我因为这样 我就办了一所学校 这种发心我都能理解 但是你只是按照你自想的一个意愿 来去办理的时候 真真正正你来运作它的时候 谁干谁知道 为什么 不仅仅是政策导向的问题 很大层面上 你需要有一个完整的一个团队 如果你没有团队的情况之下 未来的肚子真的是很艰辛 为什么这样讲 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 近期呢 我在整合全山东省的优秀的 这个就是说学生教育机构 集团的企业规模都在过亿以上 接近于有一二十家 这一二十家的一个特点是什么呢 将来的时候呢 他们就是说是可以利用他们自我的一种 形成体系的一种管理模式 来画片经营 你自己的一个小的幼儿园如果没有特色 那么你就有可能在这样大集团的竞争当中 失去自己未来的方向 为什么 因为社会等不及你 理解这个意思吗 因为家长的可选性太多了 他不是说像原来一样 为什么说是在八九十年代 在九十年代的时候 是我们弥漫教育的发展期 很多的时候那边呢 就是说是通过那段十年的一个财富累积 很多的幼儿园的园长 开一所再开一所再开一所幼儿园 为什么 因为原来的时候 国家对于弥漫教育这块 特别是民营幼儿园这块 他的管理是松散的 他让大家先哭哭啦啦进来 从去年2018年12月份 第二次修改于我们的民促法之后 才会收口子 他收口子的目的是什么呢 真正的让教育的公平性体现出来 所以说大家的苦痛也好 大家经历的这个 就是说所有的这个办学过程当中的 你们的这个心酸也好 我都感同身受 但是在这个地方 还需要我们明确一点是 既然前方的路是有荆棘的 但是我们可以另凭一条光明大道 我们一定要让自己的教育企业 或者自己管理的这个教育机构 要有自我的特色 它的不可替代性 就是你未来的核心竞争力 而这一块就需要我们每一位 这个就是教育的负责人 要挖空心思 要带领了你的团队 让他们在这个就是说吃饱饭的同时 能过上更好的生活 但是你的幼儿园 你的学校 你的培训机构 也要担负起来为社会 这个就是说是健康发展 尽一份力的这样的一个使命感 真真正正的把好的一些教育 涌进过来 然后在我们未来的一个路径当中啊 真正的把几年的这些 离办教育的整个的发展模式 得以提升 我也希望能够通过一种正常的一种渠道和出口 让全中国 咱不能说是全世界了 山东省全中国 看到口梦之乡 教育的发源之地 它的教育如何 因为我们出去的时候 不仅仅是代表着几年 我们更是代表着中国的教育的一种模式 如果说打个比方讲 全中国的教育都可以有问题 全中国的教育可以都 不是说是以自己的这个地域特点 来去称为自己的荣耀 但是我们不行 因为什么 因为我们的教育的祖师 就是我们的孔子先师 我们不辱他的祖托 我们要让我们的孔孟文化之乡的 这种教育理念 主学的教育思想 能够辐射全世界 我也祝福在座的各位 教育的同仁 在我们未来的路径当中 明白自己想要什么 明白自己想得到什么 也能够找到属于您 自己的发展的一个路径 明白教育在起步 明白教育在发展 明白教育在壮大 离不开我们所有的教育人的支持 因为我们都为了同一个孩子 同一个民族 同一个未来 谢谢各位